好,来看到桃园市的龟山区啊 有一座柴油车动力排烟检测站 这可是全台唯一黄金级的绿建筑的一个检测站咯 而这个检测站不简单哦 可是环保署认证的环教场所 接着最后镜头,一起来看 通透明亮的空间,绿意盎然的环境 让人仿佛来到都市丛林 原来这是桃园市龟山柴油车动力排烟检测站 不仅获得了TAF的认证 也是全国唯一一座拥有黄金级认证的绿建筑柴洞站 摆脱过去检测站较肮脏的环境 站内还有许多绿色植物的布置 那另外更特殊的是 这是全国唯一一个取得环境教育认证场所的柴洞站 还有我们定期的由这些从小去扎根 让这些小学生从小就知道 我们的空气品质维护的重要性 龟山柴油车动力排烟检测站 是全国唯一获得空气品质进化区的柴洞站 站内建置一座生态池 种植绿色植物 让检测站所排放的废气 能够达到平衡的效果 除了以绿建筑的概念去达造以外 那我们也广执这些绿色植物 就希望透过这些绿色植物净化的部分 可以让我们这些空气品质得到一个平衡 这里不只是绿建筑柴动站 更是环保署认证的环教场所 透过现场专业的检测仪器 搭配轻松简单的互动装置 让小朋友从小就能培养良好的环保意识 希望说小朋友透过这样的互动方式 更清楚什么叫做空气污染物 就像这一个它是一个工厂 那它转过来它就会知道说 哪些工厂会产生哪些污染物 检测站顶楼装置了太阳能供电板等再生能源 透过环境教育让小朋友了解 节省能源的重要性达到教育目的